Lio聊世紀,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人對上賽爾特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我們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的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是伐木速度可以增加15% 所以他是伐木算是很快的文明 他本身算是步兵跟工程器文明 那他工程器是全遊戲裡面加成最多文明 他工程器攻擊速度快之外 還可以點金怪,增加工程器的血量 那本身賽爾特人的工程器 基本上都是全滿的 大衝車啊,重型弩炮啊 還有這個重型投資車都有 比較可惜是沒有這個火炮 所以他在後期 會比較需要擔心對方火炮的一個counter的問題 而賽爾特人的話 玩法也算是相當多變的 城堡實在可以打騎士 那地龍時代也可以去玩遊俠 但我是不推薦 因為他的遊俠是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級馬侃 所以這個遊俠是有夠殘廢的那種 殘到一個不能再殘的那種 應該是全遊戲裡面遊俠最廢的文明 那賽爾特人呢 除此之外還可以打這個 城堡可以打工兵 工兵是沒問題的 然後地龍時代的話就沒辦法 地龍時代的話一定要打步兵 那他的步兵也是全遊戲裡面跑最快的文明 那基本上如果你真的需要用到騎士的情況下 我也建議你去打這個UU 這個寶兵 松蘭武士 那松蘭武士 應該是全遊戲裡面步兵跑最快的文明 我記得好像比 傭兵還要再快一點點 他跑速真的很快 而且造價便宜 基本上如果玩賽爾特的話 我一定會把賽爾特的這個寶兵 當作騎士在用 意外的很好用 好 那賽爾特人 還有一個戰術 就是這個速成 這個叫什麼 搶城王最愛用的 搶城之後 直接前線投車 升旅 升頭一波 很強 這個戰術算是賽爾特的一個大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這個文明 他很全面喔 非常全面的一個文明 基本上沒有弱點 因為如果對方打破兵 他就可以打火槍 火槍的話射程還多兩點 那如果對方打工兵的話 還可以自己打古拉末寶兵 古拉末的遠方很高 所以不怕工兵 那如果他打馬的話 印度又可以打這個帝王洛索 基本上是臨死角的一個文明 那黑亞的話 就是這個文明喔 最大的弱點就是沒有黃金 那基本上 印度斯坦也是補足了這個部分 他這個大幹道能力喔 可以讓所有的黃金收入增加10% 包含挖礦的速度 還有這個 遺跡喔 生產的這個速度 都會增加10% 所以有點算是補強了 他這個黃金部署的一個問題 那印度斯坦的話 還有一個能力喔 是這個村民很便宜喔 黑暗時代好像就我減免了 那到帝王時代我會 所以好像是可以減到15%的樣子 招架非常便宜 說明也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肉 那在前期大概可以省下100肉左右的一個肉量 100肉至150 那這個肉量省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多出一點肉嘛 做一個前期的開局是不錯的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配置選擇 那這邊好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今天嘴巴一樣是擴動狀態 舌頭有點痛 所以現在講話 依舊 沒辦法講得很大聲 那講話有點吃力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帝王時代 不是帝王時代 風劍時代喔 已經點下了 那風劍點下之後 欸 薩爾特這邊還沒有點 這點的時間非常早 18匹就點了 那賽爾特比較標準 哇 這邊補到20匹人口 20匹點下 然後再點磁布嘛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點 這邊是不是沒有點磁布呢 沒有點 哇 耶拉現在的開局方式 都是不點磁布 就點 就點風劍時代喔 非常想要搶風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要注意喔 你上風劍時代的話 千萬不能去圍家 因為一圍家很容易就被抓爆 然後被抓爆又沒磁布 可能被砍爆 很危險 好 賽爾特的開局比較正常 磁布技術點下之後 點下風劍時代 呃 黑亞這邊 這裡是五個木頭 五木五木 十木 風劍時代點完 這邊 要下軍營嗎 這麼早上封劍時代 也沒有軍營 然後衝下伐木 如果是極性肉馬開局的話 這個伐木場應該就不會再開了 應該是全部人直接到這邊 八人伐木或十人伐木 那如果是當開局 軍營現在在下 可能會點晚 好 這邊 賽爾特點下了這個棒棒 這個棒棒開始燒了 那我覺得黑亞這個打法 我一點算是 偏向下虎對手 讓對手以為自己是 一個極限 弱馬開局 然後他的這個棒棒 可能就會想要在家裡防守 原來這個時候 他也在閒時代 不能點長長兵 如果弱馬這時候過來 很難守得住 但如果穿命都夠多的情況下 稍微圍死應該是沒問題 哇這個心理戰打得不錯耶 賽爾特確實沒有讓棒棒出發 然後三棒棒之後 有長長兵 才會出發對不對 我就知道 哇 黑亞這個心理戰打得很不錯 這個心理博弈的部分 這個相當細節 如果沒有在 玩CV的人 可能會不知道 這個寒衣是幹嘛 目前很明顯 真的是這樣子 對手心理 黑亞已經抓了一清二楚 刺頭也看到 哎你現在才出門 有點晚了 如果現在出門的話 這個棒棒也沒什麼意義了 因為這個棒棒已經會被 把一些小弓給康德住啊 能打到東西喔 幾乎四零 所以黑亞這個急速上風 就是有點在封守對方的 一個前期壓制的一個做法 相當精彩 前期這個心理博弈 我覺得打得很精彩 好 來看一下 這邊的一個賽爾特 進攻方面 反正賽爾特步兵跑得很快 我記得他攻擊的時候 一直講波波波 我都會叫湯姆是小步兵 直接尻死一隻刺頭 哇這邊很賺 但是工兵應該會上來抓一下 那賽爾特也知道 這邊抓到刺頭 那你工兵應該會過來 所以我這邊 不往裡面走 直接繞路 往左邊繞了一下 那這邊賽爾特跟 賽爾特我點一下 一級目跟一級農 那黑亞這邊也是 一級目一級農 也點 點的時間算是蠻早的 所以賽爾特的家裡已經為死了 相當安全 早期為家 他也應該是被黑亞的一個急速封建 嚇到了 那說不知黑亞也沒有要打一個極限路 他就只是單純 上了鋒劍時代 下下對手 然後直步也不點 上了鋒劍時代再點 然後再補下自己的正常開局 射箭場 打救 這邊是有點算是 在拆對手的一個打法 因為自己刺頭死掉了 也不知道對方會不會轉這個射箭場 目前喔 確實賽爾特也是有打射箭場 但是刺頭不是毛兵 而是工兵 那他這邊下了馬舟 就是想要去康克對手的一個毛病 所以才下這個馬舟 那這邊黑亞 這邊其實都有算到對手在搶手 因為他自己也沒有刺紅 所以只能盲拆 那確實盲拆 結果我也不要拆中了 確實有射箭場 棒棒直接回家 我們要出門 工兵這邊射一下 應該是博士村喔 這邊先灑個田 壓拉金 那一級射還沒有點 在這邊一級射可能要趕快補一下 兵工場在這邊 OK 馬上就按下了 那這邊應該還會再繼續補弓兵 或者是毛兵喔 這個還是要再多一點 比較安心 這邊也沒射到 出來了 直接一波嗎 直接低調 蓋什麼 蓋房子 蓋兩個房子 補一下人口 OK 這邊看到出門 看到對方的兵器有一點多 第一時間先打棒棒 棒棒尻到五下 但棒棒跑速很快 然後刺紅也過來打 應該可以全部收掉沒有問題 看第一時間可能要先生這個刺紅了 因為刺紅會追得最快 應該可以全力全部收掉沒有問題 哇 這一波黑拉全部送光 家裡呢 家裡有補這個馬舟嗎 有補肉嗎 沒有補肉嗎 沒有補肉嗎 工兵有居出 六隻工兵在家裡防守 射一下 死去 欸唷 躲掉了 哈哈 我還以為會死欸 這就是高地往下衝的一個優勢喔 比較容易弓箭手會射歪 好 那這邊補下四斤 還要買賣一波了嗎 這邊農田撒得還算可以喔 並沒有太多15片田而已 跟我的教學一樣 就是建議15片田以上 會比較好點這個城堡史丹 這邊田真的太少 真的太難上 你中間還要出兵幹嘛的話 就有點困難 嗯 那我那次教學影片是撒到19片田喔 有點過多 其實15片田就差不多了 好 那這邊點一下了 彩金 跟這個參考時代 兩邊時間大概差了30秒左右的時間喔 那這邊賽爾特爾 可能要找個機會喔 先把這個金礦給打個一波 但是 英俊斯坦以為對手會從下面進來 但其實他在上面 好 這一波過來 進去打一波 沒打到 後面差點射死 沒有要繼續追逐 會燒到金礦的部分 金礦村直接拉走 手上拿了一堆黃金 鎖來走去 稍微移動一下 這也是稍微射一下長槍兵 剩五滴血 兩邊的一個升級就是蠻標準的喔 都等一下城堡賽 等一下一起絕金 這裡 紅兵有九隻 那黑拉這邊應該也是打個工兵開喔 然後轉 那賽爾特爾 應該是工兵毛兵開 然後轉生頭 有可能 生頭長槍兵 或是工兵都可以 工兵的話 黃金可能會消耗比較大一點 所以比較不可能 所以長槍兵的部分比較有可能一點 好 那賽爾特 因為知道自己上城堡時間晚了 兵一直往後派 那這邊黑拉 已經點下了 奴兵、二級射、二級木的一個升級 那這邊賽爾特爾要第一次進 趕快去點下奴兵 跟二級射 才能守住這一波 不然這一波可能會被全吃掉 趕快跑趕快跑 那加一個工兵 雙射堅長 給賽爾特打一個工兵 工兵開局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賽爾特其實 城堡時代的工兵跟弩兵都可以打 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 玩賽爾特的一任職 就是城堡就是要打 工程器 或者是步兵 但其實他步兵、騎兵 上城都可以打 但騎兵如果是內夾的話 打步兵會有點慘 因為沒有品種 騎士來說會比較稍微弱一點 這邊工兵決定不回家 直接往前想能打到點東西 但是印度這邊加里補下了戰毛兵的升級 想要用毛兵防守 加里第二波工兵出去 哇十隻工兵其實有點多 這邊3TC補下 能打到東西其實有限了 但是賽爾特這邊瑟瑟發走 工兵按著有點多 順便是先下大學 TC一個都沒開 打一個強攻路線 那這邊如果要打強攻路線 我覺得應該要拉一隻村秒 去前線蓋BK 會比較符合他的戰術 對呀 真的拉一村耶 好這邊拉了一村 過來打 OK 那前線 射掉了一個田 OK 那修道院 修道院 修道院補下 來撿一擊 這邊補個血 工兵稍微上高地 想要防守 射死一隻工兵 兩邊修操作 好這邊修操作 抖動 再抖動 哇再射死一隻 再抖動 再躲箭死 激活 哇但雖然有點少了 再激活沒什麼用 可以再收掉一隻 沒問題 雖然剩下9隻工兵 那自己弄全射 但下面這邊沒有控好 直接撞TC 哇有點慘 8隻工兵 剩下 10隻工兵剩下10隻而已 但是這邊賽特 開始填下了自己工程器 工程器很強 好那也是 HERA這邊填下了 工程器製造手 很 Gran 蒜 佐 展膽兵 防禦有惡防 其實還不錯 但頭時車很超 след 這邊可以對 轉 工兵直接過來救 這兩隻工兵 三隻或他們被收掉了 第一時間投車要往後閘 修一下 這邊毛兵跟弓兵修的操作蠻棒的 有點壓到對手賽爾特 這邊第一時間要來拆除這個TC 這邊還是高地喔 拆的速度很快喔 因為賽爾特的攻擊速度又有加成 可能不用幾分鐘就可以拆掉了 OK 投車再繼續拆 這邊可以轉騎士嗎 還是直接暫存投車開砸 哇 已經半血了 很快 以下只有100滴 投車的第一時間很會出來 可以先砸一波 沒有往外派 還是往下面派 繼續砸這個TC 這邊賺到一個TC還不錯 但是測試數量已經開始有點有差距了 這邊稍微觸控一下 投車要砸一下上方 沒砸到 透明要趕快修一下 所以不是要碰好 高打第一點打掉一台 但是這邊也沒砸掉一台 1換1 這邊收一下 高打第一閃很高 但是這邊也換掉了 哇 黑拉這邊打得很不錯 這邊換起來黑拉並沒有虧 第一處打高低還可以打出這種戰機 好 但這個TC沒有拆掉 稍微可惜了一點 稍微過來做個騷擾 找到一村 欸 找到一村 這邊再偷一下 高打第一 沒問題 有沒有 互打這個會殘屍喔 看看解免就是這麼多好用 先馬兵過來救一下 單倒雪是蠻準的 好 TC拆除 看他這邊有點被逼 逼到有點受傷了 村民總數並沒有減少 OK 那賽爾特這邊選擇還是用頭車 頭車沒有碰到 可惜 再一發 欸 你完蛋 哇靠 居然 沒死 賽爾特這個頭車戰術真的很強 這邊攻兵一樣 在小打小鬧 但這時間 黑拉已經快要到地龍實戰了 這邊上帝王有什麼意義嗎 可能要把一些單位喔 可能要蓋個城堡 出了古拉姆 現在出古拉姆的話 這一坨就全部解掉了 這邊先點一下護衛技術 護衛技術跟一級防 城堡 城堡要蓋哪了 蓋這個位置嗎 14級 城堡還有100時候還不夠 這邊坨車想要往前 看能不能抓到頂東西 哇 這邊村民大千襲 哇 石頭的人很多 這邊不能蓋城堡了嗎 好 有一棟城堡可以蓋了 蓋的位置是上方 想要保護墓區 4級也沒蓋好 OK 點一下輪軸 這邊村民可能要被砸死了 喔唷 火車帶出來 打了一波 哇 全倒 哇 上面毛病也倒了 這邊碰一下 哇 打到工兵 工兵 數量是1點點 直接拍到頭車 頭車 倒不了 想補傷害 沒補死 OK 這邊頭車 只要再解決1台 黑塔就可以解決了這些問題 但這裡有兩隻工兵在偷射射 偷做射射的事情 太射了吧 射死了三村了 哇 村民樹越拉越近 但古拉姆已經出來了 古拉姆直接解掉 工兵在射了一波 塞爾特慢慢有打回來的趨勢 村民樹已經拉近只差五村了 OK 那這邊感覺塞爾特 已經把自己的優勢拿了回來 現在已經局面變成五五開的局面了 但是現在遇到古拉姆 工兵只能撤退 這裡轉出一些送來武士 要來抵抗一下古拉姆的一個進攻 但古拉姆還是蠻害怕城堡電視傷害的 城堡傷害還是太高了 14攻 11攻 13攻 15攻 OK 但是順利的把這些工兵解掉了 如果說我就會把工兵存到這個城堡裡面了 OK 雖然武士出來 哇 其實兩邊都跑很快 兩邊工兵都跑得差不多快 塞爾特這邊還沒有點下護衛技術 如果點下之後應該會再跑得更快一點 好 但是這邊 藝術斯坦已經點下帝王死蛋 但是 塞爾特這邊還有段時間喔 路程還有點遙遠 這邊這個城堡應該是 守不太住了 這邊古拉姆想要來抓 有沒有在偷蓋建築物的村民 或是挖野精 挖野石的 這邊塞爾特好像有看到 看到古拉姆從建築物路過 有視野 後來防守一下 OK 這邊直接交戰嗎 但是黑大姆也有在空 看到對方的塞爾特狂子 送蘭武士 直接後撤 那古拉姆只有8攻喔 送蘭武士是10攻 直接多2攻 防禦的部分是 算了送蘭武士比較差一點 但古拉姆本身也是進防也是0的狀態 但是血量還少是低血 哇 居然追得到 看來送蘭武士還是能追逐到古拉姆 這邊送蘭武再靠了幾下 頭車再繼續殺 這個TC重新開了起來 但是這邊直接撞TC TC這邊直接開圖 哇 直接抽到一村 收村 收村 但是這邊村民數太多沒辦法跑 好 家裡直接BBQ 這邊頭車換掉 OK 黑大姆這邊守住 上方這邊直接插個箭塔 想要來封撫這塊墓區 好 這邊村民直接出逃 哇 已經慘 村民被抓掉一些 那塞爾特這邊村民數已經來到96村 OK 那這個時候黑大姆已經上到了帝王時代 這邊硬扛城堡傷害 直接撕掉了一些送蘭武士 好 那這邊順利撿掉 得這個古拉姆 好 這個進他其他墓區 又要再討難一下 然後塞爾特現在很尷尬 城堡實在上不去了 現在4TC開農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太多的一個經濟喔 可以點帝王 那塞爾特這邊第一時間點下了 這是塞爾特 印度斯坦 點下了第一台巨牛C 還點下了化學 看來要出火槍兵喔 那印度火衝 就可以增加二點射程 OK 松蘭武士依舊在出 二級 二級負兵戀甲也點下了 看來是要打一個松蘭武士路線 但是這樣就會陷入黑莎的陷阱 火槍已經準備好了 這裡其實有洞 這裡有個洞 其實還是可以從這邊裝過去的 好 松蘭武士要上去拋一波了嗎? 感覺是 好 上去頂一下 第一時間沒有招翔 來打森鱗 森鱗也直接被尻死兩隻 三隻沒問題 哇 松蘭武士很強 所有的巨牛托斯機都很拆掉 好舒坏 好用 燒價便宜 這就是松蘭武士 好逼 好 但是自己的經濟慢慢好了起來 來 組一下關注松蘭武士跟村民 紅田有在堆地撒嗎? 有 我有少越多了 OK 松蘭武士還是可以霸權扛住的 欸 當然是這時候印度展出馬功騎兵喔 不是那個火槍 不是出火香兵 有點意外喔 印度出馬功也是沒什麼問題 OK 點下了品種 還有這個摩子環 馬功的攻擊力很穩定 三隻馬凱一點像 這個馬凱是要出騎士嗎 還是要出駱鎖 好 上面有一些松蘭武士 直接在這邊騷擾孫明 馬功精進性很不錯 會第一時間抵達戰場 但是這時候這馬功還沒有贈到血 射得非常的不來 城堡一次 好 隊形的司機再出來繼續拆除 但是松蘭武士打到這邊有點不要不要的 OK 這邊要點他這種時代 這邊居然裹到帝王了 這邊居然裹到帝王了 斯蘭武士打得非常不錯 這個戰術 哇 這邊再砍個一波 對阿 又再重創了一次 是 村民術開始讓他開了 差距20吋左右 這裡有青古拉麥想要追生女 城堡應該要守不住了 沒有人在擋 馬功過來救一下 村民術現在差距16吋左右 史提西開農家裡蓋下更多的城堡 那順帶一提喔 塞爾特的銀罐 可以增加劍塔 跟城堡的攻擊速度 所以他在城堡戰來說 還算是蠻強的 可以用城堡打到蠻多東西的 還有這個劍塔 這樣就竟然被拆掉了 好 這邊再直接硬拆菌 史提西能拆掉嗎 哇靠 拆掉了 哇 殘血的城堡 可惜 二級農一點下 看來塞爾特還是要專心農一下 那塞爾特算是比較尷尬一點是 他沒有三級農跟三級木 所以打到大火旗的話 很融合這種資源不夠屍體出現 北龍職員換到後面 資源就很虧了 因為三級農跟三級木 在大火旗真的是蠻重要的 好 城堡應該是... 倒了 沒問題 拿下 在這邊等出一些長槍斃的升級 這邊是要怎樣 蓋一個... 萬里長城 OK 可以來這邊打一個肉馬 加上... 馬弓的路線 聖血兵直接衝進來一波 賽特人... 人追得到嗎 好 這裡有宋男武士 可以來救一下 哇 這裡也被踩到了一些 那宋男武士打肉馬 這招法還是不錯的 這招法還是不錯的 這招法還是黃金兵 黃金兵... 黃金兵打破的就比較強 戰攻擊還沒有升 這招法還沒有升級 平下金兵會送到武士的升級 現在槍慢慢反擊出來 但這邊城門越蓋越多 這一波追逐戰 確實傷到賽爾特一點經濟 現在要補下更多村民 黃金這塊牆回來了 OK 沒什麼問題 這邊城牆也蓋好 現在能進攻的方便 就只有這裡 這邊是他唯一的路口 還有這邊 這邊村民也就在蓋城門 好 松蘭武士追得很快 直接追了上來 三級板甲技術給點了 二級龍點下 二級攻 OK 家裡用松蘭武士 稍微清除了家裡的一些 輕騎兵 但下面也在做燒了 這一波進來 會不會有馬攻追 應該是 擋不太到什麼東西 就要全部倒地了 好 第二波輕騎兵再過來 來 單軍銀行在拆 這邊出的是奴炮 這邊 黑拉想要看他底牌是什麼 這邊很想知道他已經出了單位 好 這邊看到了 是奴炮 出的是奴炮 OK 那大羅馬升級也好了 大羅馬馬攻 轉火槍 哇 松蘭武士追讓我點多了 當然我是防禦全慢 結兵擊刃 很反武 血量80滴 倒架拼 OK 衝車也在升級 這邊很好 被吃掉了一些 這邊直接 萬人 蓋石牆 稍微 蓋起來了 這邊也是 哇 這邊真是外臨長城 長城行玩家 哇 二重城牆 很溜 這個超秀 好 收藍武士 比較多 這邊有一些信息兵過來迎戰 要回打一下嗎 還是分兩隊 一些留下來的戰鬥 讓另一隊繼續往前 直接回頭嗎 沒有吧 對 應該要繼續往前走 這波出來就是要繼續送的 沒有要回頭的意思 OK 打同車一點一下 左牆也點了 哇 五槍點完之後 血量死強快到8 會到3000滴 防禦還要上升一點點 再大量的一個 直接是黑暗的靈力 黑暗的靈力 大量存體的收撐 好 下面就算了 這邊已經被燒了 不要一直開PG了嗎 看這邊有大量馬弓 所以我們在修一下操作 想要讓對方的馬弓射彎 哇 射得有點彎 所以你受到了蠻多的傷害 所以PG直接被拆掉 OK 這邊收村 哇 這邊也在修操作 邊修邊 邊收村 但是下面這邊也很多村被燒了 火槍兵開始在彎 哇 射程很遠 金關技術點下 7加2 九射程 九射程的火槍兵 打薩爾特是蠻強的 OK 三級攻擊點下 這邊薩爾特狂樂也堵了 薩爾特狂樂點下之後 衝突傷應該會蠻高的 哇 這邊直接跟薩爾特 鬆蘭武士一起進來了 但是大洛馬要來過世 欸 化學一波 塞特化學鼓下 想要蓋第二波城牆 哇 你是強國人是不是 太強了吧 哇 火槍兵高速開鏢 鬆蘭武士遠地倒地 鬆蘭武士繼續在追逐 小心停下來 這些洛馬也是大奈林頭 哇 應該這速度其實比騎兵慢了一點 鬆蘭武士 只慢那麼一咪咪 喔 OK 那這個大蟲車出來 直接被抓包 打兩洛馬直接上去貼上去 效果很不錯 這邊還有城堡的輸出 這邊已經開了一個洞來 OK 要轉速從這個洞打到一點東西 從這個洞打到一點東西 被弄得多 比小怪 好 路頭龍是全部解決到 家裡的那一塊 哇 閃閣肉馬根馬根碰不出來 巨型頭石機在後面燒 這邊還點一下了 中巨型頭石機的升級 不少巨型頭石機 有機會嗎 這顆難打 負兵加風險器 單挑來說 靈秀的空間已經少 OK 從頭子升級好 頭車一開直接砸一波 哇 砸下去 但是沒有砸到 火炮 火炮直接被袖走 從來火炮直接被殖滅 第一波交戰 投資車沒有抓任何事情 想要投資些馬功 但是也沒機會 哇 第一波的工程機全部倒地 這一台出發也是要白給 白給 白給一直爽 好 最後一道木門 能不能守住防線呢 吉利兵在裡面蓄勢帶發 但是後面有馬功 加上火槍 雙種黃金陣容 加上洛馬 無形開送 OK 這一波洛馬進來 手朗馬式 加上吉利兵才在追逐 終於要殺到 金陣處了 火車砸一發 砸到一點點東西 馬拉公還是捕捉 雖然這一波又快捕捉不住 雖然武士趕下最後一波進攻 奇兵兵風產 雖然武士也在聚職 奇兵數量一直想要補過來 證明有點打贏了 哇 洛馬全部打贏 這邊刺濫現在馬功在追逐 雖然武士趕下 拖死一指 這邊馬功也在炒串當中 這邊數量已經在原地開火 有一點賺 雖然武士還在追 後追了一些 正面要補一些兵再回來 賽特沒有放棄 這邊更多洛馬步路過來 賽特很出手嗎 數量感覺越少 之前馬功加火箱 打的傷害變很高 混蛋 龍田直接爆開 沒了 賽爾特看起來是沒了 沒有工程器的賽爾特 只有步兵 只有步兵 的情況下 太龍被針對 別忘了 還覺得賽爾特前面卡還不錯 前面村民差就這麼大 結果後面 沒有泡工程器就太困難 工程器出來時間偏晚 來不及承襲 就直接爆開 直接打錯了 繼續 讓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這邊是木頭 已經3000 食物也是已經3000 黃金其實沒有輸太多 賽爾特 賽爾特這邊是4遺跡 所以黃金並沒有輸 石頭也是 那很可惜 我覺得賽爾特應該是有機會會贏的 但工程器的部分 雖然往前蓋是必要的 但沒有手下那個 城堡還有那塊的軍事要地 相當可惜 不過有手下再給他5分鐘的話 賽爾特可能就可以逆轉 只是有可能 只是有可能 賽爾特比較 單挑來說還是比較弱勢一點 能打的戰術太被限制了 其實高手都知道 賽爾特能打的戰術後期 強的只有那一招 就是步兵 加上這個工程器 就這麼單純 那你只要往這個方向去攻擊的話 其實黑拉真的沒什麼壓力 壓力一直都在賽爾特身上 這就是賽爾特在單挑來說 比較弱勢一點地方 但是他團戰真的很強 所以有一些文明 單挑真的是偏弱 但團戰來說就是跟鬼一樣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